全油管最快新闻,最近,一段视频在多个社交平台上传播,显示贵州遵义仁淮市一名女子在乘坐出租车期间因价格纠纷与司机发生争执,之后在车辆移动中跳车,但司机并未停车。 据仁淮市交通运输局透露,该事件已经立案处理,受伤的乘客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设施司机已被要求停运,当地警方和交通运输部门也已介入调查处理。 视频中显示,乘客提出不付20元车费,称每天都只花费10元。 虽然双方未能达成一致,但设施司机表示他收取这个价钱有合理性,因为乘客的里程超出了打表范围。 详细情况待后续通报。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晓天下事。